这老者突然惊疑地看了一眼秦晨 右手一翻 那人形的雕像便被他收了起来 他对着秦晨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了弱水 摇了摇头的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厚着脸皮 不接受你们万古楼总楼主的邀请 担任供奉一职 小丫头说吧 你们万古楼又要麻烦我什么事啊 若蕊听了老者的话 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在老者面前真的像是一个小丫头一般 恭敬的 目前辈 这位是我们万古楼的贵宾秦晨 他想要去参加天公座的练器师考核 可是现在 他练器水平还没有得到广含府承认 如果按照正常程序 至少要等到天公座考核大笔之后了 所以 你是想让我帮他通过练器师认证考核 然后再帮他报名啊 那老者嗡声嗡气地说道 语气似乎很不屑的样子 弱水立即恭敬了 是的 目前辈 这也是我们天行分楼主的意思 他急忙拿出了天行真人的令牌 递给了老者 秦晨听那老者嗡声嗡气的语气 就知道老头很可能是不愿意帮忙 他听若蕊的话后 忽悠地疑惑 难道天行真人真的能说动这个老者吗 这个老头在修为上绝对可是要在天行真人之上 而且啊 似乎和万古楼有着什么关系 会在乎一个云州分楼主的态度吗 没想到那老头接过令牌之后 却是无语地摆了摆手 天行那小子竟然愿意为这小子使用这次机会啊 也罢 也罢 他忽然看了眼秦晨说道 这小家伙倒是有点意思 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啊 今天我就帮你一次 你叫秦晨是吧 好嘞 这个玉盘啊 你拿去 交给云州气阁的人 什么事情只管说就行了 不过天工作的考核可没那么容易啊 年轻人 你到时候可别让老夫我失望 说完 他丢了一块黑色的玉盘给秦晨 然后又道 记着了 小子 你欠了我个人情 老夫可不是因为天行真人那家伙帮你的 是因为你 我才帮忙着 去吧 去吧 别耽误老夫雕刻啊 这是直接下了逐客令啊 若蕊和秦晨都面面相聚 不清楚为什么老者会说这样的好 不过 若蕊见机得快 立即拉着秦晨攻身行礼之后 退出了这个简陋的炼气铺子 路上 若蕊好奇地看着秦晨 秦阁主 您认识穆前辈 为何穆前辈会因为你而帮忙 还说你欠他一个人情 这穆老头脾气古怪 有的时候啊 连楼主大人的面子都不卖 若蕊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说呢 秦晨心里也有些疑惑 本少第一次见到此人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一个面子 他是真的有些疑惑 心中也没有高兴 这个老头的身份不凡 修为逆天 性格也很怪癖 在秦晨看来啊 无视献殷勤 那非奸极道 而这个穆老头呢 就是等于无视献殷勤了 可是偏偏自己还看不出来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基于自己身上什么东西呢 秦晨可不认为 对方是看中自己的天赋 要帮助自己 他根本不信天界之中 还有这种好心帮人的象征 目前被刑事不拘常理 或许是看中秦阁主不凡吧 骆蕊看向了秦晨的目光 再度变得不同起来 这目前被到底是什么人 秦晨皱了皱眉 不大放心地问了一句 骆蕊于其中带着恭敬 说道 目前被是我们广汉府 最顶级的炼器大师 是广汉府器格的名誉长老 也是我们万古楼的供奉 除此之外 还是广汉府的圣兵顾问 目前被喜好游历 习惯在各个州之间闯荡 数百年前来到云州州府 总部便告知了楼主大人 让楼主大人小心服事 因此 楼主大人在目前被 刚来云州的时候 替目前被做过几件事 所以楼主大人 才有请目前被帮忙的资格 不过 目前被这人脾气很怪 自然愿意帮楼主大人的忙 却不想见到楼主大人 因为楼主大人 当初为了获得目前被好感 足足跟了目前被一百年 安前马后 差点没把目前被烦死 若瑞说到了这里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件事啊 在万古楼上 也是一件趣事 行程无语 堂堂万古楼楼主天圣高手 居然甘愿 做对方的跟班一百年 而且事无巨细 无微不至 难怪这老头 不想见天行真人 不过 秦辰没想到 这老头竟然会是 一名顶级的练器大师 广汉府的圣兵顾问 我看他铺位上的圣兵 似乎都只是地品级别 而且练制手法 似乎也不怎么样 这样的人 居然能成为 广汉府的圣兵顾问 秦辰自虚 自己的眼力非凡 那老头子铺位上的宝物 基本都在地品级别 而且啊 表面上看起来 都没什么特别的 若蕊淡淡一笑道 这些都只是 目前被随手练制的东西 而且 也是你不知道 目前被练制这些宝物 用的是什么材料 他所用的 都是见到的 最普通的东西 我听罗主大人说过 他跟随目前被的时候 有一次目前被在路上 看到一块砖 随手带了回来 便炼制成了一件 地品的圣兵 威力惊人 什么 秦辰不由地 倒歇了一口凉气 能用任何东西 炼制出圣兵了 这简直是 骇人听闻呢 就像再强大的丹帝 也不可能用杂草 炼制出丹药一样 这是因为丹帝的领悟 还是处于最基础的 对材料的炼制和体炼 当然 到了圣经那就不同了 特别是 秦晨得到了补天宫的传承 便明白过来 一旦炼气修为到了顶级 只凭自身对天地的感悟 就能让普通的材料 焕发出可怕的力量 不过 想要做到这一点 不仅仅是炼气方面 要有极其深厚的造诣 其次呢 对天道的感悟上 也要达到一个 无比惊人的地方 至少现在的秦晨 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或许 在传承之上 这老头 未必拥有 补天宫这样 恐怖炼气的传承 使得老者的未来 没有秦晨 那么无可限量 但是 在目前的炼气实力上 这老者 绝对是要超过了秦晨的 难怪那老头 之前用一个普通的木雕 却能雕刻出 如此恐怖的意境 若是有机会 倒是可以交流一下 秦晨心中暗道 他虽然得到了 补天宫的传承 但毕竟经验太少 如果能和一名 顶级的炼气大师 进行交流 必然能让他的炼气造诣 突飞猛进 一日千里 不过 当务之急的 还是先通过 天宫座的考核 只要是进入了 天宫座 自然能见识到 无数的炼气大师 这也是秦晨 想要加入 天宫座的原因所在 虽然他得到了 补天宫的传承 但是经验太少了 炼气啊 这可不是 得到传承就可以的 就和建造航母一样 给你图纸了 让你知晓理论 知道每一个部位的结构 你一样建造不出来 这里面的门槛啊 太多了 这穆前辈这么厉害 难道就没有加入天宫座吗 秦晨突然想到了什么 询问了 穆前辈一向漂泊惯了 据我所知 他似乎也加入了天宫座 毕竟只要是顶级炼气师 很少会有和天宫座没有合作的 但也只是供奉的形式 并不在天宫座任职 不过 如果天宫座的人知道他在云州 这些天宫座考核 很可能会请穆前辈来担任考官 秦晨点了点头 云州汽阁 位于云州核心地带 属于广汉府麾下的一个炼气师认证部门 天界和天武大陆一样 虽然各个府之间彼此划分 各自为政 但是对于炼气师 炼丹师 镇法师等等职业 也都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职业组织 绝大多数还是延续天界前的规矩 不过各个府之间的职业组织互相不连通 比如广汉府的契格 就是广汉府的扶植下建立起来的 要灭府的自然是在要灭府的扶植下建立起来的 两者就算同校契格 也会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势力 反倒是这天宫座这样的势力 遍布整个天界大势力 会将一些炼气师们联系起来 就如天舞大陆一般 广汉府的契格 也是广汉府中极其强大的分支势力 在云州的建筑也是无比奢华 卿尘随着若蕊一进入到云州的契格分部 就感觉到整个契格分部 十分的嘈杂和喧哗 大厅之中 虽然拥有了不少人 而契格的一些强者 则在维持着秩序 卿尘一愣 这广汉府的契格就这么火爆 难道大家都这么缺兵器 不过仔细地听了片刻 秦辰才明白过来 这些人竟然都是自己一样 来进行炼气师认证的炼气师 秦辰粗略地看了一眼 这大厅中密密麻麻的已经拥了有好几万人 这 这也得亏是契格的大厅无比的辽阔 一般的大厅绝对都已经起爆了 诸位诸位 还请马上让开 如果有正常交易和需求可以排队 如果是来进行炼气师认证的 就都请回去吧 我们云州汽格分部的炼气师认证考核 已经暂停了 任何人想要认证 都必须等到天宫做炼气师考核之后 才能进行 一名老者来到大厅之中 轰隆隆的轰鸣声传递开来 进入了每一个人的耳畔 这顿时引来了大厅的骚乱 这些炼气师都是来自云州 甚至云州周边的一些州 匆匆地赶来云州府 可是到了之后才知道 想要参加天宫做炼气师的考核 最低的标准是地品的炼气师 而这里有许多人 职业认证都在返品巅峰 有的是根本还没达到 有的是错过了地品的考核 得到消息之后 才急忙赶到云州的汽格 想要进行认证 可谁曾想 云州汽格的地品炼气师认证 确然暂停了 这让他们如何不交气不愤 没有地品炼气师的认证资格 他们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根本不可能加入天宫做 诸位诸位诸位 天宫做的考核并不是我们汽格定下的 而且我们汽格之前已经定下了一个时间进行地品的集中认证 诸位要么是晚到了 要么是当初资格不够 就不能怪我们汽格了 这是天宫做的规定 还请诸位想要进行地品炼气师认证的都速速离开吧 离开吧 那老者目光一寒 冷声说道 这些炼气师还想闹的 但是汽格内部已经走出来了一群气势汹汹的舞者 并且啊 大阵开启 一股可怕的力量弥漫着 顿时 这些炼气师们无可奈何 只能怒骂着纷纷退去 秦晨摸了摸额头 这也太夸张 太疯狂了吧 他哪里知道啊 对于一些普通的炼气师而言 天宫做的考核 甚至是他们一辈子才能遇到的机会 如何那么疯狂 但是 还有一些炼气师 不甘心就这么离去 习管事 徐管事 我是奈业世家的 之前因为没来的机杆上 错过了人证 还想徐管事给个面子 徐管事 徐管事 我这有左锋天生大人推荐信 徐管事 高抬贵手啊 徐管事 这些人都有背景 譬如这个奈业世家 就是不弱于回火世家云州的势力 全都要通过后门前来认证 抱歉了 这个规矩是天宫做和气阁上头规定的 不管是哪个势力推荐的都必须遵守 即便是云州州主也不行 不瞒各位啊 我们云州气阁内部的几名弟子 也没来得及通过认证 一样没资格去参加天宫做的考核 还请各位都退去吧 退去吧 这徐管事啊 一点人情都不认 直接聚客 各种哀声叹气的声音响起 这些练技师们只能无奈地纷纷离去 徐管事呢 也松了一口气 说实话 这样得罪的是无数的事 无数的练技师 但是他也没办法 徐管事 就在准备离去的时候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然后看到一个风韵的女子 带着一个青年走了过来 哦 原来是若蕊主管啊 不知若蕊主管来握气阁 所为何事啊 徐管事看到了若蕊 立即疑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